武汉阳四港长江大桥是世界上跨度最大的双层公路选索桥 5月23日中铁大桥局副总工程师 阳四港长江大桥项目总工程师李新华告诉记者 该桥将于9月底通车 现在整个的主体结构施工已经完成 现在在做桥面的铺装和桥面的附属结构 这就是一些拆除的工程 整个大桥就是计划9月底能够建成东车 记者当天在现场看到建设者正对桥面进行路面铺装作业 该桥身体金黄外衣 两条粗壮的竹篮如巨龙过江 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 竹篮下方现行时工变道上 工人们紧张而投入的忙碌着 据李新华介绍 阳四港长江大桥主跨1700米 一步跨越长江 大桥两根竹篮 单根设计拉力为6.5万吨 为世界同类最大 跨度就是指两个主吨之间的距离 就是不同的桥形的 它跨越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那么从目前来说 旋缩桥的跨越的能力是最大的 因为我们这里特殊的这个水文地质条件 就是在航空道部门论证呢 不宜在江中设一个桥墩 所以我们就采用了一跨过江的这个方案 1700米已经跨过江 李新华说 大桥上层为城市快速路 双向六车道 设计行车时速80公里 下层为城市主干道 双向六车道 设计行车时速60公里 两侧设非机动车道及人形观光道 这个桥的特点呢 就是除了一个是整个通行能力很大 双层是双向十二车道 然后呢还同时设置了非机动车道 还设置了在上层下 设置了这个人形观光道 这个应该说是桥量的功能呢 是非常完备的 作为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保障线路之一 建成通车后 杨四港长江大桥 将为军运会的顺利进行 提供重要交通保障 作为长江主轴上的超级工程 杨四港长江大桥 还将完善武汉城市快速路股价系统 缓解过江交通压力 促进城市均衡发展 优化城市空间布局